算精確的話,第一個當然要用dative,所以插入函數的話 這個不能用插入函數,這個只能用什麼,就是dative 直接自己要,這個要自己key一下,dative,錢瓜糊 然後他的生日 逗點跟什麼比呢?跟今天比,所以你這個today可以自己打 那特別是要減,你如果要抓到今天日期 直接在這邊輸入一個函數,就是抓日期,可是後面的小瓜糊一定要有 因為很多同學漏掉小瓜糊不行,逗點比什麼呢?比那個他相差幾歲啦 其實幾年就是幾歲,Enter 44歲,因為他還沒滿,除非說他生日是 6月好了,我們現在6月,有沒有45歲,可是他還沒滿嘛,所以這邊的話就是8月 那會有剩下來的,那我年已經算完了,那剩下來的 月呢,我可以用什麼MD來幫我抓到 對不對,那如果又算完 月,那你可以用MD來抓剩下的日 所以這三個拼湊在一起 就會是底下的 第一個N,第二個N,第三個N,可是問題呢 我還需要串接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底下這邊的字串,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再切回來 你可以 把它串在後面 那串的方式一定end,對不對 那我剛剛複製那個部分呢,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請你加雙引號,把它貼上去 我剛剛是 選取這一塊,有沒有 這一塊 然後把它複製之後 貼到這個上面來就可以啦,因為這樣比較快啦,不然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只是自己打一定比較慢啦 那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然後呢,因為要跟公式串 所以它前面一定要有一個end的符號,這固定的規則,如果你習慣之後 以後呢,你要做什麼樣的 結果就會非常的容易 那你做完就打勾啦,那你不需要一次 就馬上要把它全部做完,我講過,你可以慢慢做,沒關係 先做第一個,再做第二個 陸陸續續做啦,保證就做出來,你不要急著一次要把它全部做完 一次做完,很容易出錯 而且錯在哪裡都不知道 對,那就最大麻煩,因為很多人 就是很急啊 一定要把公式整個全部打完,然後打勾 發現錯了 錯了之後,有時候問我 說真的,你那個那麼長的公式,你問我有時候 我也是看得很辛苦啊,為什麼 因為那麼長,我也不可能說 一下子就 不過大家經驗會比較,各位應該豐富一些些啦 所以看還是看得出來,只是說 還是很辛苦 所以像我的做法,我寧可慢慢來 分階段 第一個做完了,確定沒問題,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做完沒問題,再來第三個 那這樣的話呢 你錯在哪裡有沒有 你就馬上可以 可以知道問題錯在哪裡 這個跟寫程式也是一樣 寫VBA我也是一樣有沒有 我一定都是先寫簡單的 然後再寫 慢慢越來越複雜 慢慢越來越複雜 全部把它湊在一起 就可以做很複雜的東西出來 所以複雜的東西 一定是從簡單開始 你不要 不可能一下子就做那麼複雜 沒有不太可能啦 一定是慢慢慢慢漸進的 所以呢,你們現在累積 就是要累積簡單的部分 你有辦法有簡單 你才有辦法 去做一些複雜的運算 所以像很多同學 急著說想要做 比如大規模的那個工作表的運算 有沒有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先做 儲存格 再往外推 往外推 你才有辦法工作表 工作簿 或者是再延伸出去資料庫 或者是網路啦 等等的 你就慢慢按部就班吧 不然的話 一下子給你很大量的資料 你可能也會受不了 因為 你簡單的東西還不會嘛 OK,所以按部就班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N做出來了 那第二個N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這個N 那一樣嘛 如果說我現在本來是一個完整的 一個字串 頭尾有 可是我中間要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公式在中間的話 第一個 先把這個字串切開來 切開來怎麼切呢 雙一號雙一號 那這個時候變兩個 兩個字串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那中間呢 如果要放一個什麼呢 一個公式的話 你就ANDAND 再移到中間 然後把前面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Ctrl C 貼上之後把這邊改成YM 打勾一下 OK 有沒有 10個月 然後 再來的話呢 這個 其實我剛剛的做法 如果你以後 懶著去記 我想 跟寫 VBA差不多啦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那個雙一號是 切開來 串前面串後面 那AND是為了要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公式在中間 那VBA裡面也有類似的 就是放個變數也是一樣 OK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是放公式 那我們把這邊改成MD OK MD 打Enter 出現了 所以算完之後啦 這個人生日 因為他還沒滿嘛 所以 他還差 大概一個月 又大概十幾天就他生日 所以你大概也可以倒數計時 他離生日幾天你也可以算出來 倒數計時 那這邊的話呢 把它向下填滿 OK就做出來了 OK 那這個是利用Dedif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那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Dedif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題主要是利用那個Dedif 幫我們快速的 做出我們要的 包含三個東西 就是 算幾歲 剩下來的月份 跟剩下來的天 中間會有比較麻煩一點就是串接的部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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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 好 好